2022年北京冬奥的主題曲 《一起向未來》由張學友、柳德華、舒奇、曾志偉、李克勤、林子祥、葉倩文、成龍、楊千華、 欽然齊、謝亭峰、容祖兒、蔡卓妍、鍾欣彤、王嘉義、 欣子丹等六十多位歌手藝人聯合獻唱 這天仍在香港錄音的歌手齊聚電視城參與錄歌 唱一份的志偉都說心情興奮 其實我不懂得唱 我幫那麼多人撞一膽就站在中間叫做和他們一起 是否很久沒試過這麼多藝人朋友一起參與這件事 是呀 以前我們做鎮災也有很多朋友一起 近年有災情 所有事情都很少 那麼多人一起 今次東澳一個盛事 所以也請了很多歌手回來一起唱 今次也有很多歌手一夫八嬤 就是自衛國可能打個電話 一定要參與 是的 因為今次我們受委託幫忙錄 全部都是東澳委員會那裏 是托我們幫忙請點歌手 大家都看到是為我們東澳唱歌 很多人一聽到就立即 無論在世界各樂任何地方都一起錄 這首歌獲這麼多位樂壇天皇天后獻聲 有份參與演唱的聲夢學員都說很開心 可以和這麼多大前輩來個間接合作 知道這首歌還有很多不同兩岸三地的歌手 跟他們一起唱 有些真的很出名 有些我聽到這首歌 那我就算是 紮嘉伊也算是一起唱一首歌 我經常覺得做運動員其實很辛苦 無論是哪個運動 哪一類運動都好 其實他們都要經歷一段很長的訓練時間 訓練時間可能聽著我們首歌 太有一點點鼓舞了 Gigi、Chantel、Yumi和Windy 四位小離子還說錄歌時 腦海都不由自主地 浮現以往去溜冰、滑雪的畫面 但其實他們都不太擅長冬季運動 懂得一點的 例如溜冰 懂得一點 我懂溜冰和滑雪 我之前去過哈爾濱滑雪 小時候學過溜冰 想做溜冰的舞蹈家 但因為住不到圈所以就放棄了 我試過溜冰 但我會站在那邊溜冰 我真的扶著 我這樣去中一天 其實大家…我也是 大家不要誤會了我 懂得一點溜冰的意思 懂得向中間 我有試過 但大家不要叫我去溜冰 Hana谷子喬就說自己很期待冬奧 事關她相當喜歡其中一位選手 其實一個溜冰王子我很喜歡 我不告訴你誰 我很喜歡 你是每年都會看的 我從她小時候比賽開始看 看到她長大了 我簡直跟監製致戰 我可不可以去北京做採訪 然後本身真的讓我可以去 但很可惜有工作遇到家 所以我現在… 一眾藝人用歌聲打氣 簡直就是各位建儀的啦啦隊 林欣彤都說 錄歌時想起讀書時 做啦啦隊的往事 Sports Day 讀書時 我看著師兄師姐 然後我會勁做啦啦隊 然後最後喊爆 然後我看到他們很激烈的時候 我都會很激烈啦 那我想如果我真的可以去看冬奧 會怎樣呢 應該會超震撼 那麼多位歌手 因此錄歌都真是過大工程 尤其大家都想唱出最佳水準 不小心唱久了 其實都很正常 好像我這樣催促 快點就… 我錄的時候 因為剛好前面的歌就是Bella 對啦 她給了很多意見 是 給了甚麼意見 還要監製 還要快點 去監製 對啦 我跟她說 下次你可以錄的時候 錄之前可以聽熟這首歌 你不要說到這樣 不要再聽她說了 這裡我要出聲了 其實我是非常熟的 不過大家都很用心想錄到最好 所以一邊移到 她就以為等了我很久 其實不是我剛剛才開始 冬奧在2月4日就會正式揭幕 現在我們就齊齊欣賞 一喜下未來的MV 率先為冬奧餘熱啦 我們都擁有愛 來把所有門全都散開 Together for a share of future 一起來 Together 一起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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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向未來